大家好,我是高手 这是我在老窝的朋友阿债 老窝这边39度40度,天天艳阳高照 他怎么穿这么厚的衣服 不热吗 热 头发又这么长 没有短袖吗 像我一样的短袖 有 我给你买几件衣服去 就去那个32公里买,好吧 你给钱多,我让他不买了 好了 给钱是一回事 买衣服又是另外一回事,好吧 买衣服也花不了几个钱 去买两身,好吧 大家再来这里礼发 马路边上 礼发店 哈喽 帮他剪头吧 剪短,剪成这么短 像我一样 给他剪掉 这个不 你有多久没剪头了 你有多久没剪头发了 这里啊 一个月吗 一个月没剪 就这么长了 你是上次 不过这边的男孩子好像头发都留的比较长啊 都是长头发 但是你们这边天气这么热,留长头发不热吗 下一位谁 就你吗 好吧 那就帮他再剪 剪短呢 这个这个不ok 这个ok吗 剪短 剪成这么短,精神一点 不要搞这么长头发 啊,剪短呢 笑腿 是我 没有剪,一剪 没有剪,没有剪 没有剪,没有剪,没有剪得太剪了 我的意思是剪短一点 但是他们好像不愿意剪短 当地的男孩子都喜欢留长头发 剪短一点 让他帮你剪短来挖掉 这样剪难怪 一个星期剪一次也会觉得长啊 剪短来 你跟他说嘛叫他剪短来嘛 这里不不静嘛 留着干嘛 一天好吗 很乐 一天好吗 你们觉得这样很好看很帅吗 老挝爱爱爱这里吗 啊老挝人都爱前面留长来是吧 剪短来好看 这个没办法当地人喜欢留长 啊 我已经尽可能的争取 就在留短了 就剪等一下跟剪了就没剪是差不多 就是稍微是修一下 家里面啊 今天我带阿债来理发 我本想阿债理一个跟我这样的一样的寸头 精神一点 年轻一点 成熟一点 没想到他们这边 就喜欢长头发 这样子才显得年轻 确实 年轻人 想法不一样 不像我40多岁的招老头子的 只适合寸头 可能让他理一个像我这样的寸头 比杀了他还难受 能理解 那我们就不强能所难了 那我们稍微修一下就好了 希望保险 我们稍微修一下 我们不休息 我 我们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啊 这就是一万五嘛 他们所说的十五 他们的单位是千 十五千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万五 这边剪头发还是挺便宜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吃饭这么贵 可能是由于当地材料废贵 都是从外地进口过来的 本地没有什么产业 在市场上面流通的都是中国货 越南货 泰国货 所以这边的人生活压力挺大的 虽然没有车贷房贷 但是他们的开销特别大 比如说我们吃个早餐 吃个面条或者粉 他们当地的这种米线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两万块钱一份 加点漏的话是两万五一份 和人民币的话是十多块钱吧 但是他们上班的话 普通员工的话 一般一个月的工资差不多就是 一百五十万老币 相当于人民币的话六百来块钱 平均一天五万老币 和人民币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吃两个早餐就没有了 好了 剪完了 衣服脱了来剪 还是长了一点 我给他两万 要找五千 谢谢 生意兴隆 拜拜 别穿了 穿了等下搞得有头发 别穿了 走买衣服去 买好了快去嘛 带你去买衣服 现在带阿债来到了 这里 就是离他们比较近的 一个集市上面 带他来看这里买点衣服 这边有几家卖衣服的 那边也有 我们先看一看 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 不要买黑色 买黑色穿的太热了 买阳光一点的颜色 是那个 那个白色的好看一点 买白色的看一下 那这个款式还蛮多的 买两条短裤嘛 看他身上天天穿的是这种 他跟我一样也是不讲究 不讲究穿着 这里好了吗 这里好了 要修黑人这个不好看了吗 这里呢 这个不好看 不好洗是不是 搞脏的不好洗是吧 老板给他找那种耐脏的 好洗的那种 什么材质的好洗呢 这种买那种树干面料的 他可能听不懂我说话 那你自己看着买好吧 反正我说话老板也听不懂 款式大同小异 是图案略有所区别 这种衣服多少钱一件啊 是吧 一件 可以 七万 七十千 十七二十八 二十八块钱一件 多拿几件 还有裤子 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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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裤子都要 都买你几件嘛 那衣服不要试嘛 试一下嘛 他买衣服不试的嘛 这么厚的 这么厚的 买这种短的 嗯 买这种穿 凉快 这边这么热 你穿长裤 热死去啊 对吗 那里有短裤买两条短裤穿嘛 一万一万二十块嘛 这里一万嘛 这个就是一万二十万 加两千 一个 这么贵啊 嗯 十九十九万一件 嗯 喜欢就行 你看一下 有没有喜欢的 买一条也行 嗯 有没有你喜欢的 嗯 这个十九万 相当于人民币 这里还吧 这里 八九十块钱一条 你喜欢哪条 就拿一条嘛 啊这也是喜欢黑的 中情于黑色 少了吧 好啊 小了可以叫他拿大马嘛 找一件他穿的 再搞一再搞一身吧 买两身 再 找一件衣服 那个颜色有他穿的马没有 那这 他找他穿的马 就那款 那个 这个 拿他穿的马 这个马大了吧 这是吧 大的吗 大的哎对大了 有没有小一点的吗 你本来 我 我不知道啊 他没有小一点的是吧 看你们 没有 都比你 怎么 上 这里好吗 哦 这边是吧 啊 那就这件黑色的 你喜欢黑色的 买薄的嘛 啊这就这件 我觉得这件你穿可以 按这里吗 好 要这里吗 那个那件那件黑的 这里我有吗 你有了 好 好 这都六点按那看 来去看看 我看一下 这种天穿这么高领的不乐吗 不乐啊 ok ok啊 还是一件长袖 好了吗 那个那个 那一件 好了 那个好了 那那件太热了穿的 ok ok 你喜欢就行哈 我觉得阿在穿那上面的不不错 那种短袖衬衫 行吧 他自己喜欢就好 再拿着裤子吗 再找一条裤子 裤子 这种裤子你找一条吗 再找一条裤子 嗯 好了 再买两身吧 这是两件衣服 一一一一一条裤子 再让他找一条裤子 找一条裤子 哎有没有这种七分裤 九分裤 嗯 这么长的 给他穿 嗯 你去这里 你喜欢就行哈 拿一条 嗯 他这种应该是九分裤 九分裤 九分裤 这边人当地是喜欢穿拖鞋 我 我 我 你那边 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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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太长了 像你这种有没有 就你这条 好 老板身上穿那条就不错 让他拿一条来 老板那条 没事 就买老板身上那条同款 哎呀 哎你 我要干脚 好吗 好吗去 快来 二十二十万吗 这里 二十万 嗯 你能穿吗 能穿就行 藏了没有 好吗 OK 这里面大了 大了 好啊 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短一点的 小一码的 一样这里这里好 一样军马 没有小一点的吗 OK 要不要 你喜欢就就拿拿着吗 好了 我想看一下你试穿 行不行 那种压的 哦 好了 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来看一下 就是一条裤子 算一下多少钱 老板 让老板算一下多少钱 然后你还一下价 你会还价吧 这是一件短袖 这是一件短袖 切切这里吗 50吗 多了吗 重新算一下 哎 重新加一下 好吧 再加一遍 老板 麻烦你再加一遍 嗯 再加一遍 嗯 75,000 刚才不是说7万吗 85,000 这袋裤子多少 19,000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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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可以 要是吧 来慢慢吗 好 Head 啊 就50 老板说58万 你问老板52万行不行 52万 这里不要了 哪里什么不要了 刚才他算那个就是七七万 第一个就是七万 他们不是说的七万五 这里一个你不要了吗 要不是我都要 如果是要就都要不要就都不要了 把你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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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把这路 你不负 你一看我我刚才看他算过来他第一 他一开始说的这个不是说七万吗 你怎么你这里 还有一个路下饭呢 下这个 啊这真是个老实人 我帮他还价吧 他还说 这等于是530万的话 其实已经200多块钱了 好想了呢 好想了呢 我个路头我开烧饭呢 这里 这里 ok不ok 那么久那么饿 很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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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ok我就走了 要挂 好了 你不要按了 不要按了 最终 五十五万 给老板 阿债太实在了 其实这些衣服我觉得五十万差不多了 祝老板生意兴隆 拜拜 发财 阿债太实在了 其实 我出门都是很节约的 那和帮阿债买衣服 他总是帮着老板说话 觉得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睡睡睡 睡 来 好 总算 阿债 看在你是二十岁的年纪上 我就不批评你了 人体实在一个 可能还是没有什么社会经验 跟他买衣服 他总向着老板那边 他说可以了 可以了 你个老板 看老板 嗯 五十万五十万 嗯 不行就走换一家 去哪里 去